若望福音 第十六章 我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免得你们的信仰受动摇。 人要把你们逐出会堂,并且时候必到, 凡杀害你们的,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 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没有认识父,也没有认识我。 我给你们讲论了这一切,是为叫你们在这一切发生时, 想起我早就告诉了你们这一切。 这些事,起初我没有告诉你们,因为我还与你们同在。 现在我就往派遣我者那里去, 你们中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 只因我给你们说了这话,你们就满心忧闷。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为你们有意。 因为我若不去,护卫者便不会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了,就要派遣他到你们这里来。 当他来到时,就要指证世界关于罪恶、正义和审判所犯的错误。 关于罪恶,因为他们没有信从我。 关于正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而你们再见不到我。 关于审判,因为这世界的首领已被判断了。 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担负。 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 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 并把未来的事传告给你们。 他要光荣我,因为他要把由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 凡复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为此我说,他要由我领受而传告给你们。 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 再过片时,你们又要看见我。 于是,他门途中有几个彼此说。 他给我们所说的,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 再过片时,你们又要看见我。 还有,我往父那里去是什么意思? 又说。 他说的这只有片时,究竟有什么意思? 我们不明白他讲什么。 耶稣看出他们愿意问他,就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彼此询问我所说的,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 再过片时,你们又要看见我的话吗?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痛哭,哀嚎,世界却要欢乐。 你们将要忧愁,但你们的忧愁却要变为喜乐。 父女生产的时候感到忧苦,因为她的时辰来到了。 既生了孩子,因了喜乐再不记忆那苦楚了。 因为一个人已生在世上了。 如今,你们固然感到忧愁,但我要再见到你们。 那时,你们心里要喜乐,并且你们的喜乐谁也不能从你们夺去。 到那一天,你们什么也不必问我了。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必赐给你们。 直到现在,你们没有因我的名求什么。 求吧,必会得到,好使你们的喜乐得以圆满。 我用比喻对你们讲了这一切, 但时候来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话, 而要明明地向你们传报有关父的一切。 在那一天,你们要因我的名祈求。 我不向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 因为父自己爱你们,因你们爱了我, 且相信我出自天主。 我出自父,来到了世界上,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 他的门徒便说, 看,现在你明明的讲论不用什么比喻了。 现在我们晓得你知道一切,不需要有人问你, 因此我们相信你是出自天主。 耶稣回答说, 现在你们相信吗? 看,时辰要来,且已来到, 你们要被驱散,个人归个人的地方去, 撇下我独自一个, 其实我并不是独自一个, 因为有父与我同在。 我给你们讲了这一切, 是要你们在我内得到平安。 在世界上,你们要受苦难。 然而你们放心, 我已战胜了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助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